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这么想 今天你在屋子里头看这个风景 你隔着窗子看这个风景 是这样 这是客观的 窗子打开 你飞出去看这个风景 突然觉得有风 万鹤松风 觉得有风凉 你就开始有了感觉 然后你落下去 落到这个画面当中 你自己进入当中 上面松树林 这松针有的很低 走的时候要小心 要不然会扎到我 然后你到了水边坐一下 说不定这块石头你说我会坐在这儿 哇 水 这叫做剑扑 剑起来 水扑向你 然后你说这个山道我走到后头去 走到后头到底有什么呢 说不定有什么高市 说不定有人家 然后我可以跟人家打个招呼 说不定他们请我进去坐坐喝杯茶等等 中国绘画非常重要的是可以观 可以游 可以行 可以居 你要把自己投身到画面当中 那投身到画面当中的目的是什么 是 如果你是那个画家 如果你走到那个画镜里面 如果你到他所到那个画家所制造的 可以游 可以居的那些点 你会看到什么 下一步是 你会怎样感觉 你会有怎样的人生态度 他们都是写生的精心之作 但是重要的里面都有他们的心性 所以郭熙的那本书叫做林泉高志吉 我们要有林泉之心 要有高志之心 那个属于画面之外的那个人生境界 是他们在背后所酝酿的 1072年郭熙画的早春图 为什么知道他是1072年 因为他写得很清楚 他还提上了画的名字 早春图 提上他的名字盖上章 我在美国教东亚美术概论的时候 会放幻灯片 一放到这张 我就会说 现在来介绍水蜜桃先生 为什么说水蜜桃先生 你看水蜜桃水蜜桃 哎呀一个水蜜桃 又一个水蜜桃 哇这个最好 真正的水蜜桃 你看这水蜜桃 你看挺甜的 水蜜桃 他整个用水蜜桃 但是当你注意他的这个水蜜桃的这个画法 你注意让我们用手的方式来follow他的这个轮廓 你会发现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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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度几乎是一样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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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现了一个这样子 你说他是写生的吗 应该不是 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身体的action 也就是说他有他的肌肉模拟 他自己 郭希说画画啊 你要你要把人进入山川当中 然后得到那些东西 这句话也可以讲说是 你身体山川 你的身体就是山川 然后你把他的身体放上去 诚然 郭希把这个大的动态放上去 不止如此 所有的树 跟着他的树杆的轮廓 跟树枝的轮廓 你看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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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觉 他用同样的一个curve来画 所以他们很自然的能够协调在一起 在这张画上就如同林全高智集里面他讲 一张画要有高远 深远 平远 那么一张画要可以望 可以行 可以游 可以居 在这张画上都表现了 什么是深远 它深远 妙的 这个地方深远 嗷嗷的 这边的泉从这边流出来 这四周好像一个山洞一样 躲在这里面多精彩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到早春土里冰涌》 如果是我的话 我到这里面游泳多好 这上头还根本都看不到呢 还有一个深远 在这儿 既然在山洼洼里面 他藏了一个楼宇 宫殿楼宇 你不看你不知道 搞不好他希望他到教了 他到江了 他说不定想要藏在这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里面有小人 在这儿 在这儿小人 在这儿登山 这么不显眼的地方 他放一小人在这里就登山 还有重要的是 是他的人物的动作 你如果看这些人 他转头 哎呦 先生 小心啊 全都要过桥了 您要小心啊 一边扛着行李一边 说着轻而小心 转头 他不用直的 婉转 他把这个人遮掩在这儿 在他骑着驴子 就稍稍看到驴子头 这遮掩的美 然后你看这边 可能是过完年了 这个太太回家了 然后坐船回来 带着孩子 然后就烧工啊 呃 杯子行李 然后这边有只小狗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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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小狗在这儿 正在我回跑 我读戏剧 他也是回头在讲话 啊 还有孩子 拉着妈妈 那个动作 还有这个 他是这个是往这儿看 对不对 你看看 这个人往这儿看 这个人 这是我低 变化 讲究极的 也就是说 他不直着说 他非常的委婉 好 委婉 这就是委婉 这就是委婉 早春就是委婉的 充满着弹性的 岁月静好的 是这张话所表现的 而且他有 他合乎自然 他有冰河的遗迹 为什么冰河 冰河走 为什么会把山石都 挖挖挖成这样 然后崩瘫呢 结果变成这样了 因为冰 随着地心引力 这冰在山谷里头走 在冰河尸体 冰并不能够割这个岩石 是冰里头有砸着 有砸着石头 这石头在山谷里头走 就把这个边上 磨磨磨磨磨 崩解 它合乎地理 合乎它的绘画理论 太了不得了 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 今天先说到这儿 谢谢 2 4 4 4 5 5 4 b1